一百一十二學年度富邦仁壽 UBA大專籃球聯賽 女子組第一階段遇賽告一段落 過程中有不少驚奇球隊殺出重圍 當中最為人驚驚樂道的 絕對就是擊敗臺體 收下UBA一擊首勝的北戶 也因為如此 讓常年處在UBA女籃中段班的臺體 目前零勝三敗的戰績 處境相當艱難 同時也讓中段班佛光跟美河等球隊的 廝殺是比以往更加激烈 就是都一直維持在四強 然後楊淑欣教練來接之後 今年也是第四年 然後我覺得整體來說 他們整個團隊的默契 還有他們的體系已經慢慢成形 然後尤其是他們暑假有去打佛光盃 我覺得對他們的心聲來說 也是就是培養經驗 蠻好的一個戰場 所以像他們大一的 像邱子雲、潘姿佑 其實開始在打這個UBA的時候 看起來都沒有那種大一心聲 會有的那種深色感 就是都還蠻融入的 至於前段班的部分 基本上如求平預期 台師、世新、北市以及文化 是紛紛搶下三勝靈敗的好彩頭 但其中要特別討論到北師大 去年和四強擦肩而過 暑假期間流失不少學姐戰力 但今年他們是維持競爭力 並將上學期苦澀的遺憾 化作成長養分 有望在第二階段繼續向前邁進 衝擊渴望已久的四強小巨蛋 今年他們整理來說就是 雖然說畢業了好幾個 就是大四的學姐 可是他們還是有一批班底在 尤其是他們的學姐 侯子應 我覺得他今年整體的 對球賽的解讀 還有他個人的經驗 已經是到了最成熟的階段 今年也是他最後一年 已經達了第六年 然後接下來也可能會去挑戰職業 挑戰WSB 所以今年有他 然後再加上他們幾個風險群 其實都蠻完整的 然後幾個後衛 對也是都有都有成長 所以今年對比賽來說 應該是機會最好的一年 征戰了UBA戰場六年的侯子應 從一開始的青色菜鳥 轉變成帶領學妹們的領導者 今年第一階段預賽的得分 更是來到生涯最高的長軍十六分 相信明天第二階段開打後 首場對陣新華的比賽 勢必也能攪出精彩表現 同時玩上台科跟台灣大學的 基隆路大戰 更是球瓶推薦的經典對戰組合 就請觀眾們鎖定未來的轉播服務 一起來欣賞UBA宇宙豪傑們的 精彩較量吧 我要提台采放報導 線上購物獨特一點 找好東西就上CPSocial